成都不只是四川的省会 它还被称为无数西部省份的第二省会 早在2018年 就有超30万的青海人在成都定居 他们最爱的地方是温江 过去三年 重庆甘肃人在成都买房比例 每年都在猛增 近五年 从新疆外流的人口 最爱去的两座城市 一个是西安 另一个就是成都 成都华西医院里 经常会听到西藏云南贵州的口音 每年超10万人入农 都以华西求一的名义 另外 很多西部省份的人 想拿到发达国家的签证 多半会去成都的领事馆 他们做不少国际直飞的航线 也需要去成都搭乘 此外 在太古里 IFS奢侈品店 扫货的外地人 一半以上 都是来自大西部的富人势力 是的 成都的核心辐射力 是覆盖大西部的 成都的快速发展 让西部人终于不用去东部 成都正成为 很多西部省份的第二省会